你能想像 在62年前 祖读书会就可能被抓 被判死刑的戒严时期 就有人赶出来阻反对党吗? 中国国民党政权在1960年9月4日抓人镇压 独裁者蒋中正 甚至在判决当天先开会干预司法 要求最低刑期不得少于10年 这个勇敢的知识分子就是雷震 这个案件也因此被称为雷震案 青光虚23年 出生在中国浙江的雷震 毕业自日本进都帝国大学 专攻宪法 加入中国国民党后 深受蒋中正的信任与重用 也跟着中国国民党政权流亡牵占台湾 是所谓的外省人 雷震在1949年11月 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杂志 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担任精神领袖 寡名发行人 实际编误是由他 与台大哲学系教授英海光负责 《自由中国》是以强调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刊物 主要目的就是要强调流亡台湾的中华民国 为自由中国 窃战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自由的共产中国 杂志在初期 以勇奖反共为驻轴 受到蒋中正与中国国民党支持 当时国民党仍需营造良好形象 以便获得美国支持 雷震的《自由中国》因此颇有发生空间 像是杂志在1951年 发表政府不可用名入罪 触怒当时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228事件的高雄屠夫彭梦契 但雷震及自由中国都没有受到追究 随着韩战爆发 1954年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获得美国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支持后 中国国民党政权不再重视自由派 雷震与蒋中正的关系也越来越远 1954年 自由中国刊登读者投书 抢救教育危机 引发中国国民党不满 注销雷震的党籍 1956年 蒋中正即将过70岁生日前夕 透过新闻局转告各邦章杂志 希望各界针对反共 建设台湾 及总统个人言行缺失 等方向踊跃提出建言 雷震便决定推出自由中国驻售专号 还特别选在蒋中正生日 10月31日当天初刊 后面印上大大的红色字句 公祝总统七至华诞 刊登16篇当时知识分子的文章 期待中华民国落实真正的民主 这一期杂志成为自由中国 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一期 一共买了13刷 要大家提出意见的蒋中正 而国民党却翻脸不认人 由蒋中正儿子蒋经国主导的特务系统 立刻动员情治单位编映 向独速思想总攻击 批评自由中国 指控雷震等人 打着自由民主的招牌 其实是中共同路人 到处散播独速思想 瓦解民心士气 1960年 雷震与台湾 香港的知识分子一起联署 反对蒋中正三连任总统 当年蒋中正就跟今天 中国的独裁者习近平一样 要打破宪政规定 当第三任总统 更狂的是 蒋中正最后连续当了五任总统 在阻止蒋中正违宪连任失败后 雷震更进一步在自由中国发表 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 强而有力的反对党 鼓吹成立反对党 制衡一党独裁的 中国国民党政权 并要求公正选举 实施真正的民主 他也实际发起行动 举办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 并开始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 1960年9月 自由中国刊登因海光直笔的社论 大疆东流挡不住 呼吹开放组党的必要 不幸的是 中国国民党政权 没有开放民主的意愿 9月4日 警备总司令部 以涉嫌叛乱 逮捕自由中国社长雷震 编辑附阵等人 成为白色恐怖的知名案件雷震案 自由中国被迫停刊 仇组中的中国民主党 也因此胎死腹中 雷震被捕后 各界发起声援 人在美国的胡适 还飞到台湾 向蒋中正求情 监察院 各立案调查 蒋中正和中国国民党政权 还是决议要迫害雷震 蒋中正甚至介入司法 在法官进行审判前6小时 召集党国要员开会 亲自批示 雷震刑期不得少于10年 法官最后也真的按照蒋中正的指示 判刑雷震10年 雷震一直被关到1970年才出狱 同案的傅政也被关了6年 在狱中的10年 雷震写下了400万字的回忆录 出狱时却被狱方没收 1979年 81岁的雷震过世 生前都没有再看到中华民国民主化 与开放阻挡的契机 雷震出狱18年后 他的太太宋英 以监察委员的身份 要求政府重新调查雷震案 并归还雷震遭扣留的回忆录 中国国民党政权 却完全无视于家属监察院 及舆论关注 1998年4月 在新店军人监狱焚化炉前的空地 将这些珍贵的文字焚毁 当时李登辉已兼任总统 仍旧发生如此离谱的事情 1960年 与雷震一起奋斗 一起悲观的附阵 1986年也参与民主进步党的创立 雷震当年出狱 曾重新撰写回忆录 但为了避免又遭到中国国民党毒手 送到海外保存 这份回忆录也直到2003年 才以雷震回忆录 执行党运动黑皮书出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